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的回来跟我们一起研导本周的来跟从我的进度 那我是林姐妹,那我们本周要研讨的部分是在教育和圣约的85篇到87篇 那因为呢大部分的历史背景呢是在比较后面的章节 所以呢我等一下不会先谈到本周的经文背景 那我们会先来看前面的经文的部分就是在85篇的部分 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下85篇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经文 好,经文的85篇是讲到说 在二亥二州加德兰的事 加德兰这个时候其实约瑟斯密其实应该都会在两地穿梭 那这个时候他是在加德兰 那他这个时候呢有得到了一篇启示 这是在1832年的11月27号 然后呢记录是这样讲的 这个启示是这样说 他说,首先我们要念第一节跟第二节 他说,这是主已指定的文书的职责 是记录历史和教会的总记录 记录一切在习安发生的事 以及所有献纳财产 并从主教那里合法接受继承产业的人 第二节还有他们的生活方式 他们的信心和行为 还有那些接受继承产业后判教的判教者 在第一节里面他有谈到呢,要文书记录历史 OK,好,这个是文书的工作 我想现在我们还是会有 应该不是文书 那当然现在教会还是有人会记录 在该知会的重要的事情 但是我忘记是谁 我查一下再告诉大家 然后呢,他要记录什么呢 记录一切发生的事 OK,然后还要记录什么呢 记录献纳财产 OK,也就是应该是 如果我们用现在来说的话 就是我们奉献的记录 好,我们文书其实会做这个部分 还有什么 是合法的继承人 所以呢,这继承人 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的成员的记录 我觉得这个会比较像现在的 那个我们的教级记录 OK 然后呢,还有什么 下面还有很多这个部分 他们的生活方式 在现在我们其实不太记录这些 但是这些重要的发生的是 献纳的财产 还有这些继承者 就是教会的这个假计记录 其实是很清楚的 还包括他们的信心 他们的行为 还有那些判教者 还有那些判教者 判教者 还有判教者 还有判教者 然后呢,为什么需要做这些东西呢 为什么需要记录这些记录呢 有些事情我们在现在其实不会记录的这么详细 可是当时为什么需要记录这些东西呢 如果我念五会福会长的记录的话 我们会比较清楚为什么有这些部分 好,这个呢 是以下我念的部分都是节字 总会会长的教训 五会福 然后他的第十三章 日记比金钱更值钱的这个记录 好,然后这里我有节录很多 因为我觉得会对我们有很多的帮助 所以呢,可以看一下 他第一个他的结论 他说日记对我们不但极具价值 还会为我们的家人和未来的世世代代 带来记录 然后呢,五会福会长呢 从1835年就开始写日记 他写了63年的日记 然后他的最后一篇日记是在1898年的8月31日 是在他去世的前两天写的 然后呢,他在他的日记里面呢 详实的记载了他的生平 对家人的爱 对周遭失误的兴趣 在日常生活 在日常工作上的勤奋 考验期间的信心 集对福音的见解和理解 然后呢,这些记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 你知道他说 这些记录也让我们看到 当时教会其他教友的生活 所以呢,他自己写到 他就说 我相信写日记有助于回顾过往的生活 详实记载我们的形式和经验 不但是我们的特权 不但是我们的特权也是我们的责任 因为这个想法 我决心从今后在我旅行时都要写日记 好在必要的时候交出管家职务报告 管家职务报告 我自己呢,我也会写日记 我没有像武会福会长写的这么多 但是我从我在传教以后我开始写日记 所以我们家有很多 然后呢,为什么 因为在我的家长祝福里面 他有特别告诉我一件事情 就是留下于有助就是有利我自己的证据 所以我如果在我的日记里面写下 所有好的我学习的东西呢 这是我在将来审判的一个有利我自己的证据 所以我很努力的写下这些东西 虽然我不是,我会每一天记录 有时候是补记录 有时候是当天可以写 可是我会写下来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 武会福会长他还写下 他说除了写下他自己的生平和使命外 还详细记载了教会历史 然后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我受到灵的启发和提示要写日记 并尽可能的记录这教会的事 我不明白为何对教会早期的事情有这么强烈的感觉 每次听完约瑟 弟兄和霍十二使徒教导原则 我就要把内 我都要把内容写下来后才会感到舒服 他说呢 约瑟讲到晚一个星期后 我仍可逐字不漏的写下来 但一写下来就完全忘记了 我觉得这是神给我的恩赐 所以我觉得很厉害耶 一字不漏的写下来 然后所以这些事情 因为他有详实的记载 所以他为教会保留了一份很重要的记录 等一下我们会谈到 然后他除了写日记以外呢 他还撰写教会的年史 而且也把他所参加的会议 做了详细的记录 然后他在一次的会议当中 他教导了一个原则 他说在湍急的河水中 我们不可能踩在相同的河水两次 我想这个应该就是在讲当时教会的情况 他说同样的时间 我们也不可能过两次 我们走出了会议室的门 会议室 会议中的一切就不再重现 所以我们不该记载 我们在这次会议中所做 所以我们不该记载 我们在这次会议中 所有的工作教导和决策吗 他说应该 然后呢 他透过了日记 为他的子孙跟教会的加油 留下了一份很永久的礼物 所以有一个传记的作家 高丽玛提亚说 武惠福的一生充满了传奇 他的生活简单 毫不保留地表达他的心意和目的 然后呢 他直言不讳 重视细节 对真理的忠诚 造就他是教会历史上 可说是最好的一个记录撰写者 OK 所以他可能是教会一个最好的 记录的撰写者 然后本教会很著名的历史学家 也是总会的70元的罗伯之长老 他这样说 他说武会长呢 为本教会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 他先先写日记 做有系统的归类 自己工整 且牢固的装定层册 这些原始文件 成就成了无价的历史宝藏 有这些可靠的记录 教会才能保有这新福音级的 先知的讲道和训事 如果要不是武会长 约瑟斯密 要不是有武会长的记录 约瑟斯密 就是他知晓要不是武会长 就是要不是有武会长的记录 约瑟斯密 杨百汉和教会其他长老领袖的 讲道和训事 搅就遗失殆尽了 也因为有重要的会议 决策判决和政策 和许多私下的正式决议 那有了这些会议记录呢 历史学家在许多事上 就能够有持平的见解 所以呢 武会长的日记是价值连成的 那我在很早的教会的影片 在我们很早有一部影片 叫做The Mountain of the Lord 里面呢 我记得最近有一幕呢 有一个记者就访问他说 那你为什么会记着这么多的事呢 他说因为我写日记 所以当他问到哪一天 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他就把他的日记抽出来 告诉他那一天发生的是什么样的事情 那所以我自己也是这样对我人生中有一些重大的事情 我也很有印象 因为我习惯写日记 然后最近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接到一个人生中 从来没有接过的召唤 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难的召唤 所以我在那边 我在这几天我都写下来我的感觉是什么 我的挣扎是什么 这个会是我很大的学习 对我的子孙也许 如果有的话也会是一个很大的学习 所以我觉得需要把他写下来 好再来呢 这是下面的是他在圣职聚会的 武会服会长在圣聚聚会的讲到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以色列的长老们 那以前都是弟兄们聚会 我相信这个也包括姐妹们 为了你们自己的好处 你们的后代子孙 以色列家族 犹太人和外邦人 在将来的世代的好处 请写下你们的经历 你们在世界各地与神交往的情形 有人或许不觉得我们 OK 有人或许不觉得把我们的工作 和神的工作写下来有什么重要 但是我觉得很重要 要不然先知不会告诫 我们要忠诚的记写日记 有些人说写日记很麻烦 但是我们不该把好事当作麻烦 我认为我一生中 花时间写日记和历史 都非常有意义 就算只为了能读给我的 我们的子女听 或是让他们自己读 这也就值得我们花时间去写了 好 然后他说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写一份 生平的略传 写父母 写出生 写宗教信仰 写受起的时间 和施洗的人 写案例的 接受案例的时间 职务和案例的人 然后简短的讲述 各种任务 以及所有正式的事项 和与神交往的经验 他说若人 这个人过世了 历史学家要出版他的传记 就能有所依据 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枯燥且不重要的主题 但是对我来说 却不然 然后最后他说 把生平每件正式的事项写下来 受洗 正式案例 或祝福任何的人 或失注过病人 把他都写下来 假如每个人都这样做 教会就可以有一份正确的记录 假如神曾显示大能和祝福 保护你免于苦危险 你要写下来 你要 把你和神每天交往的情形都写下来 我把我得到的所有祝福都做了记录 这些都是经营不能换的 难道我们不够尊敬神 不愿把他请住在我们身上的祝福 以及我们奉他的名 在这世上所做的任何正式的事项 全都写下来吗 我想我们应该要写 而甚至呢 武会副会长在他一页的日记 写下了他和卡特菲比结婚的感觉 所以呢 要邀请所有的弟兄姐妹 开始记下对你很重要的事 如果可以的话 最好是每一天写日记 这个是一个教会会长的教导 详细的教导 我相信其他的会长也说过这样的话 好再来呢 我们要谈的是 五十岸 对不起 再来呢 我们要谈的是八十五篇的第六节 好在八十五篇的第六节是这样说的 他说是的那微小的声音这样说 那声音低于而贯穿一切 他发生时常使我骨头颤动 他说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里面也有谈到呢 这是微小的声音 那这微小的声音究竟是什么呢 好所以我想要先列这两节经文 这样子大家也许会有更清楚的感觉 这个是在列王纪上的十九篇 的十一十二节 他说耶和华说 你出来站在山上 在我面前 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 在他面前有裂风大作 奔山碎石 耶和华却不在风中 风过地震 耶和华却不在其中 地震后有火 耶和华也不在火中 火后有微小的声音 OK所以他一直强调一个叫做 微小的声音 OK 微小的声音是什么呢 当然是圣灵的声音 好再来呢 在希拉曼书的第五章 第三十节也是这样子的 他说事情是这样的 他们听到这声音 发觉既不是雷鸣的声音 也不是很大的喧闹声 但是看啊 那是十分柔和和微小的声音 好像是低语却又生透人的灵魂 所以他是微小的声音 可是又生透 跟刚才讲的也是类似 他说的是是什么呢 穿透 哦他是贯穿 OK 在这次课程的时候 我就突然在想 为什么声明的声音 是一个小的声音呢 而不是一个大的声音呢 为什么 你们觉得 OK 我相信 他不是要给所有人听的 他会要给这些留意的人 会给这些在乎的人听的 所以我们需要很仔细的去听 才可以听到这些声音 这个声音 好然后呢 在加一和圣约呢 也有一些例子 就是我要提醒一下 就除了讲 这是一个很微小的声音以外呢 圣灵还用其他的方法工作 好 就是在加一和圣约的 第六篇 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 第八篇的二到三节 第九篇的七到九节 请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圣灵到底用怎么样的方法工作 好 第六篇的二十二到二十四节 他说 我实在 实实在在告诉你 如果你们 如果你想要另外的证据 想想那天晚上 你在心中呼求我 好使你知道这件事的真实性 关于这事 我不是将平安的感觉 放在你脑海中吗 你还能有什么证明 比来自神的证明更大呢 现在看啊 没人知道的事 OK 所以在经文也说啊 他说如果我告诉你过去的事 都不会相信 因为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 可是是没有人知道的事 你就会相信 好 所以等一下呢 我们又会谈到约瑟的一个预言 好 所以这个是第六篇 然后第八篇呢 有讲到 好 他说 是的 看啊 我将借着临到你 并住进你心中的圣灵 在你的意念和心中告诉你 现在看啊 现在看啊 这是启示之灵 看啊 这个灵是摩西建议带领 以色列儿女在干地上通过红海的灵 所以他说会在你的意念和心中告诉你 OK 所以呢 一般来说圣灵的声音不会是一个人对人说话的声音 但是可能你会有一个感觉 你应该要做什么事 你突然觉得 我常常就都这样形容 就是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一件 不是你觉得你会告诉你自己的事情 那你就要好好思考 这个是不是圣灵给我们的感觉 因为他在我们的对不起不是意见 是意念 在我们的意念和我们的心中 OK 所给我们的一些想法 OK 好那第九节 第九篇的七到九节 他这样说 他说看啊 你还不了解 你以为不用思考 只要向我祈求 我就会给你 第八节 但是看啊 我对你说 你必须先在意念中仔细研究 然后求问我 那是否是对的 如果那是对的 我会使你心胸中燃烧 这样你就必觉得那是对的 但是如果那是不对的 你就不会有这种感觉 但是你将思想恍惚 使你把错误的事忘掉 所以除非是我给你的 你不能写那神圣的事 所以呢 这里呢 他告诉我们 需要思考 需要 他说我们需要 他说我们需要思考 然后呢 我们需要 研究 他说我们需要 他说这里说 他说我们需要思考 需要研究 而且他说如果对的话呢 我们的胸中 会燃烧 那如果不对的话呢 就会思想恍惚 恍惚 好 这个是 他这样说 那再来呢 我们要念 我们要再看一下 11篇的12到13节 他说呢 现在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要信赖那位引导 OK 11篇的12到13节 来12节 现在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要信赖那位引导人行善的灵 引导人处事公道 为人谦卑 判断公正 这就是我的灵 13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 我要把我的灵给你 启发你的心智 使你的灵魂充满喜乐 好 所以呢 这是一个会引导我们行善的灵 OK 所以呢 会公道 会谦公 谦卑 对不起 会 公正 然后呢 还有呢 会什么 会启发我们的心灵 会启发我们的心智 然后呢 我们会有充满喜乐 好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要想想的 就是这些是什么感觉 然后这个就让我想到 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 二十一到二十二节 不过没有记错 圣灵所结的果子是 仁爱 喜乐 和平 信实 良善 类似这样子 所有好的东西 然后呢 这没有律法可以禁止 也就是说呢 圣灵只会带来 给我们带来好的感觉 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你会看到 我们会愿意行善 我们会为人公道 谦卑 会判断 公正 而且会启发我们的心智 会让我们有喜乐 所以这一定是好的感觉 它不会带来不好的感觉 如果我们思想恍惚 只是要告诉我们 那是错的 OK 所以希望在这一次呢 有再帮助 帮助大家 再更了解 圣灵的感觉 那再来呢 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要做什么 才能够更察觉到圣灵呢 那在2019年4月 爱宁亨利会长的 家中常有主的灵 的这篇文章里面 他有谈到一些建议 然后呢 他先讲到就是 弥匪四书里面有记载 就是那地没有纷争 因为人民心中有神的爱 没有嫉妒 没有不和 没有暴动 没有淫乱 没有谎言 没有谋杀 也没有任何形式的色情 在由人手 所创造的人当中 的确没有比这人民 更幸福的了 没有盗贼 没有杀人犯 没有拉曼人 也没有什么什么人 他们是一体 他们是一体 是基督的孩子 神国的继承人 可是呢 那段时间呢 没有持续很久 200年以后呢 就出现了衰退 先是骄傲 不再彼此分享 又觉得自己高高在上 或低于他人 所以他们对基督的信心就开始减弱 开始震恨 开始犯下各种罪行 所以呢 我们 他说明智的家长们要怎么样来帮助 他的子女们跟自己更完全的接受主的邀请来归向他们呢 归向他呢 对不起 所以他说明智的家长们要如何引导子女和他们自己更完全的接受主的邀请来归向他 这样我们就更容易察觉到圣灵的影响力 第一 他说在信心中成长 OK 引领家人提升到你们所期望的灵性境地 然后相信耶稣基督是他们慈爱的救赎主 有渴望悔改 然后就会谦卑取代骄傲 然后一旦感觉到所赐予的祝福 就会更加愿意分享 然后想出头跟较劲的心态就会减少 然后呢 再来呢就恨呢就会被爱驱逐 最后行善的渴望会使他们意志坚强 可以对抗犯罪的诱惑 不再想作恶 然后再来他也谈到呢 要以身作折让家人跟其他人看到他们都不断地在增强自己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和对其福音的信心 然后他教导说用运用教会的课程呢就像我们现在的来跟从我可以培养自己和子女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 然后你也要跟从罗逊纳尔寺会长的建议 读摩尔门经就会对救主的信心有所增强 然后呢再来他也谈到要怀着信心祈祷要教导尽早悔改 培养传道的精神还有当然就是要常常去圣殿 如果我们这样做呢我们就更能察觉圣灵 然后呢另外是总会的初期会会长团的资礼为其松生姐妹也给这样的整 中部他说呢在每天要找出灵 这是在每天找出灵静时光的这篇文章里面他这样讲他说 由于圣灵经常被描述为是一种微小的声音 因此在生活中保留一段宁静时光也是很重要的 主劝诫我们要静下来要知道我是神 这是在四篇的第四十六篇的第十节 是Be still and know that I'm God 如果我们能每天营造一段平静的灵静时光 避开电视电脑影音游戏和个人电子用品的轰炸干扰 就让那微小的声音有机会 有机会为我们提供个人启示 向我们低于甜美的指引保证和安慰 好这个是在2009年的十月的协助他人辨认 圣灵的低于的这篇文章里面说的 对不起不是不是刚好我说的每天找出每天灵静的时光 而是在这个段落是找出每天灵静的时光 好这个就是讲到圣灵的部分 至于新的图先 亦拿这篇文章的前来 语贝